今年级的同学,大家好,我是Teacher Go 今天是学科学的第二天 所以同样的是单元是人类 那么今天会讲的就是嗅觉 在开始之前呢,同学们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科学作业 那么科学作业呢,今天我们会进行的有 我喜欢的字 那我喜欢的字呢,就会要求你们画画 画什么呢?画人脸 就是画我们的脸 然后解除我们的感觉器官 之后呢,老师就会向你们解释 就觉得重要性 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挑战观察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那么为了让你们更好地复习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呢 在开始之前,请观看这个影片 那么这个影片呢,就是由little pop中文来去拍摄的一个影片 然后呢,他的影片的名字叫 我的五种感官 所以呢,同学们 请先上一张评 然后呢,到这个网址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那么当然这里是不能按的 我们要到YouTube下面的说明栏 按那个网址进去 观看这个影片 所以同学们按下这个暂停片 就可以开始观看这个视频 看完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同学们欢迎回来 那么看完了这个视频 有没有记起来我们学过哪五种感觉器官呢 那么看完了这个视频 你们有更了解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了吗 之后呢还有一个影片 老师也想让你们看一看 那么这个影片呢也是在讲说 五种感觉器官 同样的我们要在下面的discussion box 按下这个link 然后就可以click进去看 同样的在看之前呢 请先暂停我们的这个影片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来 同学们欢迎回来 那么看完了这个影片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好的复习了 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 而且呢 看完了这个这么可爱 这么有活力的影片呢 我们是不是很有精神上课了呢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上课 同学们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到我喜欢的字 那么同样是单元是 人类人类 感官与重要性 保护与同理 那么他这里呢 是要我们画画 画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题目 请画出一个完整的人脸 然后我们一起写出五种感觉器官 所以感觉器官 同学们 我们昨天已经有学习到了 感觉器官就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拿出铅笔 画一张你们觉得好看的人脸 我们不用画身体的 只要画人的脸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你们先暂停一会儿 画好人脸之后 我们再继续 我们现在来一起画吧 按暂停哦 同学们 你们画完了吗 那么这张呢 就是老师的人脸 画完了之后 我们要一起写出感觉器官 第一个感觉器官在哪里 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小箭头 掉出来 这是感觉器官 所以尽量画出去一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画了箭头之后呢 我们要写出来 我们要一起写好吗 来我们现在一起写 好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就是眼睛 眼睛 会写吗 眼睛 记得眼睛是两条痕 它旁边 左边那一个不守是 两条痕啊 同学们 这是眼睛 有两条痕 写完了吗 写完了 我们就要画下一个感觉器官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三 二 一 就是我们的 鼻子 所以我们也是要画一个小箭头 画写它出来 然后我们来 雕上去 这叫什么 这叫 鼻子 好我们来一起写哈 鼻子 小朋友不要写错字哦 看清楚鼻子怎么写 上面是两条痕 写好了 我们就要到 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是 我们的 耳朵 所以来 我们这里 画一个小箭头 之后呢 我们就要标上 耳朵 好了吗 第四个感觉器官 就是我们的 舌头 舌头 我们可以这样画 可以哦 掉出来 这一个是 舌头 这四个感觉器官都画完了吗 那么 那么最后一个感觉器官 也是最大的感觉器官 就是我们的 皮肤 那么在这一张人脸 哪里是皮肤呢 其实整张脸 都是皮肤 所以我们在脸这里画出来好吗 我们在脸这里 飙上我们的皮肤 小朋友 小朋友 如果你们在家有空的话 可以将你们的人脸 彩上颜色 涂上颜色 那么画完了 那么画完了人脸之后呢 老师来教你们画舌头好吗 你们知道舌头的哪一些部位 是甜 酸 苦 跟咸吗 我们一起来在下面 这个空位置里 画一个舌头 我们只是画舌头哈 其他的不要画 那么同学们 你们画好你们的舌头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彪上 舌头的甜味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舌头的甜味 其实是在 这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一起来彪上 这里是舌头的甜味 同样的我们 要画一个小箭头 出来 然后彪上甜味 我们在这里写上 我们在这里写上 甜味 那么同样的我们 那么同样我们画一个箭头 那么同样我们画一个箭头 在这里我们的咸味 这两边都是我们的 咸味的地方 所以同样呢 在这里我们画 我们写上 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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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迩 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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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了之后就到我们的酸味 那么同学们我们吃酸的东西 舌头两旁在上面一点点 刚才显味是下面这里对吗 那么酸味呢就会在我们更上面一点 就是这里舌头的这两边 所以我们吃酸的东西舌头这两边会特别的酸 同样的我们画箭头 两边都画 解上咸味 酸味 解上酸味 好两边都要画哦 你们都画完了吗 那么轮到最后一个了就是我们的苦味 那么苦味呢就会在我们舌头的最里面最里面 这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苦味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调上苦味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写上苦味 所以我们舌头的图案 画完了 那么味道我们也写完了 同样的如果你们在家有空的话 可以把这个味道踩上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酸味这里你们就可以涂一个颜色 咸味这里就可以涂一个颜色 甜味可以涂另外一个颜色 怎样 好所以同学们我们做完了我喜欢的字 现在呢老师要与你们讲解有关嗅觉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么人类的五种感觉器官 昨天与大家学习的 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个就是眼睛 第二个就是鼻子 第三个耳朵 第四个 第四个 舌头 第五个 皮肤 所以这五个呢 就是我们人类的感觉器官 那么这五种感觉器官 当然也是有他们的官能 所以眼睛呢 是视觉 鼻子 鼻子 是嗅觉 耳朵 是听觉 舌头 是味觉 皮肤 是触觉 那么这五个就是感觉器官的官能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会说的官能呢 就是嗅觉 就是关于鼻子嗅到味道的嗅觉 那么嗅觉是如何形成的呢 嗅觉的形成是由鼻子吸入气体 再传送入大脑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鼻子会先嗅到味道 嗅到那个气体 那么这些气体呢 就会传送入大脑 然后呢 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组合 处理 形成我们对气味的记忆 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嗅到一种味道的时候 那么这些味道的感觉 这些味道的信息 就会传送入我们的头脑 那么我们的头脑呢 就会帮我们记起来这个味道 那么下一次 我们在嗅回同样的味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 嗯 这个是香味 这个是臭味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嗅过了 所以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的 其中一部分的记忆 就是讲说这个味道的记忆 那么嗅觉呢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嗅觉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气味 就是可以帮我们分别 这个是什么味道 就是食物的味道 就是香水的味道 就是什么味道 可是 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嗅的 就是讲说 有些东西我们是完全不能嗅 或者是不能乱乱拿来嗅的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什么东西不可以嗅 就是有危险性的气体 那么什么是有危险性的气体呢 比如说化学物品 如煤气 有朋友你们知道煤气是什么吗 煤气是长这样的这个是煤气筒 那么里面装的气体呢 我们就叫做煤气 通常这个煤气呢 是妈妈拿来煮饭的 你有看过这个炉吗 那么这个炉下面装的有一条管 会连接着这个煤气 有煤气我们才能够开火煮东西 所以呢 这个煤气呢 其实它一碰到火 它就会燃烧 是危险的 因为它是其中一种化学物品来的 好 那么煤气里面呢 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 而一氧化碳具有毒性 那么还记得之前我们学过的一氧化碳吗 一氧化碳其实 它是空气的其中一种 可是这个一氧化碳呢 并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是氧气 对吗 然后我们呼出来的是二氧化碳 那么这个一氧化碳呢 它含有毒性的成分 所以我们人体是不能吸收这个一氧化碳的 那么吸了一氧化碳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吸了一氧化碳会对人体 造成了伤害 会对我们身体不好 对我们身体不健康 甚至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那么吸了一氧化碳之后呢 我们人类会在短 我们人类在短时间内 吸收了过量的一氧化碳 就是很多的一氧化碳 就会造成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就是我们会中毒 使人出现中毒 因为一氧化碳里含有毒性 所以如果我们人类吸了太多的话呢 就会中毒 那么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哦 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会排出一氧化碳呢 第一个 汽车排出的飞气 那么这些肮脏的飞气呢 里面就含有一氧化碳 再来呢 冷气 其实排出的飞气呢 也含有一氧化碳 那么如果我们在室内燃烧东西 室内就是好像在家里 不是在外面的 是在有屋顶里面的呢 我们烧东西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关在屋子里面对吗 然后窗口没有开啊什么的 就很不通风 那么我们烧东西出来的那个烟 那个气体里面就会有一氧化碳 所以如果呢 太多太多的话 我们的类型呢 就会对身体不好 同学们 现在一暂停 那么现在是我们的喝水时间 所以呢 大家先砸一砸我们的小眼睛 然后呢 我们喝一口水 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讲课好吗 所以呢 现在请大家拿出自己的水瓶 我们喝水好吗 一起喝 喝完水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 同学们 都喝好水了吗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课 你们知道吗 在汽车不行走的情况下 开空调 汽车内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就是当你汽车没有在驾的时候 你有在行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停下来 然后一直开 aircon的话 车里面就会有产生很多的一氧化碳 这是因为呢 车内的通风比较差 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会慢慢渗透到车内 就是讲说 因为你在车里面 门啊窗啊全部都是关着的对吗 所以呢 其实是没有通风的 空气不能流动 那么空气不能流动的时候呢 本来是排出车外的一氧化碳 它们就会慢慢的进入到你的车里面 所以呢 汽车在没有行走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开空调 所以呢 结论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秀的 秀了有危险性的气体会让我们头晕 严重的话呢 还会中毒死亡 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来的 我们不能修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气体 当然我们人体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啦 那么嗅觉呢 除了可以让我们修味道之外呢 还可以让我们第一时间 察觉危险 在我们眼 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还没发现问题之前呢 鼻子就先能闻到味道而引起警觉 就是讲说 当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是还没有听到的时候 鼻子可以先嗅到味道 让我们知道危险来了 让我们第一时间 察觉 危险 那么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我们在睡得很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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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怎样叫你都叫不熟的时候 嗅觉 这个时候呢 也会跟着休息了 那么嗅觉也是睡觉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会不容易嗅到气味 就是说我们在睡得很熟的时候 我们没有嗅到什么味道的 就是不会嗅到什么味道 除非那个味道是很重很重很重的 而在这个时候呢 听觉其实是最灵敏的 就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嗅不到什么味道 可是我们一有声音 我们就可以听得到 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听觉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睡觉 他可以让我们听到闹钟的声音 对吗 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闹钟响 我们也会跟着起来 那么他也可以让我们听到门铃 就是有别人来按你的门铃 你也可以听到起来开门 那么他还可以让我们听到邻居拍门的声音 就是邻居来拍你的门的时候 有危险啊 快点逃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第一个 第一时间就听到 就起来 那么嗅觉的重要 第一 感知周围环境的危险 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四周围有没有正在发生危险 比如说厨房有传来烧焦味 或者是电气烧了出烟了 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嗅得到 又或者说瓦斯漏气 瓦斯就是煤气 煤气漏气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嗅得到 所以呢 这些危险的时候 我们的嗅觉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的话 那么后果就会是 那么嗅觉的重要 第二 分辨食物是否腐败变质 腐败变质的意思就是坏了 所以我们可以嗅嗅看 食物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如果我们吃了坏了的食物 如果我们吃了坏了的食物 那么我们也 重的话就会 肚子疼 还会呕吐 也会食物中毒 嗅觉的重要 第三 增加进食的食欲 让我们更想吃食物 以摄取身体需要的营养 就是说我们嗅到食物很香对吗 我们会更加的想吃它 更加的想吃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吸收到 很多的营养对吗 不会讲说我今天没有胃口吃 那么嗅觉就是帮助我们有胃口 可以吃更多的东西 令你更想吃那些营养的食物 那么我们身体才会 病康强壮 所以结果呢身体就非常好啦 那么味觉呢 其实它是和嗅觉是互相配合的 怎么说 刚才有讲到我们嗅到味道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想吃东西 对吗 那么这里就讲说 只要其中一个感官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尝不出食物的味道 怎么说 比如说你今天感冒了 你的鼻子是嗅不到味道的 那么你吃起食物来呢 你会觉得 嗯? 没有那么好吃 觉得怎么不香的 不太 跟以前的味道不太一样了 这是因为当你 嗅觉出现问题 你嗅不到味道的时候 你吃起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或者是你会尝不到味道 这是因为呢 大脑接收不到 有关于食物的气味信息 所以就没有传信息给这个味觉 那么味觉呢 就感觉不到咯 怎么今天吃东西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 就会觉得 没味道 所以呢 当鼻子在阻塞的时候 我们也是尝不到食物的味道的 关于嗅觉 同学们 你们都已经学会了吗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挑战关卡 我们一起来坐吧 你们都已经做完了挑战关卡吗 如果全对的话 老师会帮你们摘下五颗星哦 所以level 1 请写出三个嗅觉的重要性 所以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所以我们要看回去我们的笔记 嗅觉的重要 所以第一个就是 感知周围环境的危险 厨房或电器的烧焦味 瓦斯漏气 第二个 分辨食物是否腐败变质 也就是坏乐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 增加进食物 增加进食物的食物 让我们更想吃食物 以摄取身体需要的营养 所以这三个呢 就是嗅觉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 都写去我们的 level 1 所以同学们 还没写完的人 请暂停 请按下暂停 然后我们写完的时候 继续 第二题 第二题 level 2 睡觉的时候 你还可以嗅到气味吗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那我们如何发现危险 所以睡觉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嗅到气味吗 答案是 答案是 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写 睡觉的时候 不可以嗅到气味 因为这个时候 嗅觉也在休息了 那我们如何发现危险呢 因为睡觉的时候 嗅觉会嗅不到吗 这个时候什么东西会最灵敏 反应最快 就是我们的听觉 对吗 我们拍回我们的笔记 我们的听觉 是最灵敏的 所以呢 我们要如何发现危险 就是我们可以靠听觉来发现危险 我们可以靠听觉来发现危险 听觉 听觉 听觉可以 让我们 听到什么呢 听到 闹钟声 门铃 或者是 或者是 密集 notes 宁静拍的声音 靠图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发现危险 还没写完的同学 同样请按下暂停 写完了我们继续 那我们来到第三 level 3 任何东西都可以 秀吗 为什么 所以刚刚我们有说到 看我们的笔记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秀的 所以有什么东西不能秀呢 就是我们的煤气 为什么 因为煤气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 而一氧化碳具有毒性 秀了会怎样呢 会有让我们头晕 严重的花灰 冻毒死亡 对吗 所以我们这些 都要写进我们的答案 所以我们的回答的句子应该是 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秀的 因为有些气体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对吗 为什么呢 他问你为什么 就是会造成伤害 比如说什么东西 你可以写哦 如煤气咯 刚刚我们说的 因为煤气里含有一氧化碳 那么这个一氧化碳呢 具有毒性 就是有毒 所以秀了 会造成 头晕或 中毒对吧 中毒了就会死亡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可以点上去 所以同学 你们三题都做对了吗 做对了 开学回来 老师会帮你们栽下五颗星 同学 那么今天的科学单元 就到这里结束了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做明天的功课哦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Titcher过呢 Titcher过很想念你们哦 那么大家在家也要记得 勤劳洗手和喝水 谢谢大家观看这个影片 拜拜